宁儿如梦三位恶毒女配结局 最惨的竟是机关算尽的她 一 尤月 尤家虽也是世家 但手中并无实权 所以就是个好看的空架子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清远博将所有的筹码 都压在了敌女尤月身上 想嫁她嫁给林姿王 来重现尤家辉煌 但尤月的性子 跋扈有余 诚服不足 不仅打算溺死 异母妹尤方吟 更是在宫中半读时 给姚夕出了个 辱人名捷的退婚主意 而惹得姜雪宁不快 被宁儿按着 收拾了一顿的游月 并没有收敛 所以姜雪宁设计游月 和游方吟 被姓武卫抓走 不仅使得游方吟看透游家 还逼着清远博 耗费家财救出了女儿 又骗游月入股 人为之的延场 之后延场失火 姜雪宁假接薛定妃之名 从清远博手里 以极低的价格 收购了游月手中 延场的所有股份 之后延场被游方吟盘活 股价亦飞冲偏 尤月听说此事后 本以为自己发了财 但在听到父母居然 替自己将股份卖出后 一时承受不住打击 磕到了脑袋 变得疯疯癫癫 二 姚夕 上一世的姚夕差一点 便嫁给了张哲 但因为自己的私心 毁婚还不算 还叫人散播了张哲客气的谣言 气得张哲母亲大病一场 重来一世 因着姜雪宁的介入 关于张大人的不好言论 并没有传播出去 甚至姚夕还渐渐地 对张哲暗自心动 但张哲心中只有娘娘 所以依旧与其退婚 在薛书的挑拨下 姚夕开始认为张哲退婚 是受了姜雪宁的指使 所以恨上了宁二 薛书一直想当皇后 但沈郎的秦贵妃有孕 若是皇子 那薛书与后卫将彻底无缘 因此她设计了一出 一时三鸟的好戏 她和太后 邀请姚夕 姜雪宁赏雪 请贵妃作陪 准备在这场宴会上谋害皇嗣 但宁二得张许惠 提醒避开了破天的护士 姚夕就没那么好运了 撞向秦贵妃 但薛书的计划 却以往许惠而落空 同时姚夕 读出半读之恋 三薛书 第一时的薛书 绝对是顺风顺水 靠着定国功夫与太后姑母 虽没登上后卫 却成了皇贵妃 还有了深怨 但第二时的薛书 就没那么好运了 因为姜雪宁的餐火 她嫁给林姿王吴旺 更是被逼着替 乐阳长公主和亲 为了给自己某一条生路 她将家族脸面抛下 却向沈郎自敬珍惜 成了贤妃娘娘 但作为薛姐女 薛这个姓氏 就是她的催命符 最终也难逃意思 宁安如梦 居然也有婉婉泪亲 你绝对想不到 整部剧中最让人心疼的 不是一身轻症 却锒铛入狱的张哲 也不是原家和亲 却生死异乡的 乐阳长公主 沈志一 而是这两世 都不得善装的闪姑娘 第一世的游方吟 对姜雪宁无比的忠心 哪怕宁儿失事 方吟也陪着她囚禁 为她筹谋离开之路 更是舍命断后 但在原著中 上一世的游方吟 其实早就换了心子 当初溺水时 真正的游方吟早就死了 取而代之的这个现代灵魂 她靠着上帝视角成了首富 不仅给宁儿提供了资金支持 还成了她最后时光里的救赎 所以第二世的宁儿 才会去游府的赏局宴 为的就是在看完方吟 但却意外撞见了游方吟 被俩摸摸按在水里 其实宁儿是犹豫过的 因为她其实知道 上一世陪伴自己的方吟 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是原主生死 她才能来到这里 所以姜雪宁想过袖手旁观 想再见见她 而且另一个游方吟 善于经商 还会成为自己的倚仗 但真到了原主 快要溺死之时 姜雪宁却再也忍不住了 出手相救 姜雪宁明白 另一个由方吟自由洒脱 她并不想来到这里 上一世却被迫和自己 锁在红墙当中 所以这一世宁儿 愿意放她自由 而因为对原主 由方吟的出手相助 姜雪宁成了她生命中 唯一的一道光 为了帮她摆脱 侯父庶女身不由己的命运 宁儿利用重生优势 直到她吵生思学习经商 而方吟也是不负所望地 帮宁儿赚了一大笔钱 后姜雪宁赴边关旧公主 方吟便跟着押送粮草 还听从宁儿的安排 靠着假结婚 离开游家 去蜀中经商 虽不是穿越女 还是成了江南首富 但在边关之时 识破了周吟之 对姜雪宁的背叛 而才杀害 但在方吟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想的还是自己 能不能见姜雪宁最后一面 大雨之中 她被姜雪宁抱在怀中 气息掩掩间告诉宁儿 自己被按在狐狸时 曾见过一个 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由方吟一直明白 宁儿透过她 在看另一个人 所以一直努力 不愿让姜雪宁失望 就连最后一句话 都是问宁宁 我有没有她做的好 哭死了 已经准备暗杀 周吟之了 都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死啊